禁堂詠 今天教会庆祝两位中徒 一个是斐利伯 另外一个是次亚国伯 阿斐尔的儿子 我们来到上主面前 在这个复活节的期间 感谢有这个机会 在这里相聚 去庆祝复活的恩赐 中途给我们看到 如何复活的喜乐 他们经历了耶稣的拯救 卸罪 他的教导 升天 升神的降临 是第一批经历了天主 去由内至外 完全转化他们 所以阅读他们的故事 去默想他们的事迹 更加帮助到我们 亦都可以在这个复活的恩重里面 让我们联同教会 慶祝这个节日 情深惨悔 来到祭台前 前准复地准备进入 弥撒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兄弟姊妹 圣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肯定终身 同经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得天主随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上主求你随恋 基督求你随恋 上主求你随恋 天主在天上光 永主爱的人在世向平安 主天主 天上的光 全能的天主 圣父 我们为了你望上的光 荣赞美你 请祝你 朝拜你 献让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生 自主天主 天主的高阳 圣父自治 随便 随便世质 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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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听 我们的 祈祷 祇 坐在 聖神同向天转圣父的血光荣 阿满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每年恩赐我们宽度 圣菲利伯和圣雅各伯 两位中途的庆日 求你使我们因他们的转求 能与你的圣子同受苦难 同享复活 将来在天上永远享见你的圣荣 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少为一天主 永生永皇 阿满 公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认清我们先前给你们所传播的福音 这福音你们要接受了 且在其上站稳了 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播的话 持守了福音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否则你们就白白地信了 我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授给你们的 其中首要的事 基督照经上记载的 为我们的罪死了 被埋葬了 且照经上记载的 第三天復活了 并且显现给黑法 以后显现给那十二位 此后又一同显现给五百多弟兄 其中多半到现在还活着 有些已经死了 最后显现给雅各百 以后显现给众中途 最后也显现了给我像流产而的人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他们的声音 传遍普世 他们的声音 传遍普世 告天陈述天主的光荣 康仓宣扬他手的化工 日与日 悍悍而谈 夜与夜 知识相传 他们的声音 传遍普世 不是语也不是言 是听不到的语言 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 他们的言语达于地极 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 Alelu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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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比利伯谁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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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门同在 公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除非经过我 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必然认识我父 现在你们已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弗利伯对他说 主把父显示给我们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耶稣回答说 弗利伯有什么长久的时候 我和你们在一起 而你还不认识我吗 谁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 把父显示给我们呢 你又不信我在父内 父在我内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我自己说的 于是住在我内的父 作他自己的事业 你们要相信我 我在父内 父也在我内 若不然你们 该因那些事业而相信 你们至少该因那些事业而相信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信我所做的事业 他也要做 并且还要作比这些更大的事业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因我的名 无论求父甚么 我必要浅行 为叫父在子身上获得光荣 你们若因我的名 向我求甚么 我必要浅行 上主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给你 斐利伯和这个赤雅各伯 我们庆祝这两位圣人 这十二个宗徒里面的 其中两个 虽然宗徒普遍来说 我们都不是知道太多的 有很多都 这两个算是知道多一点点的 斐利伯我们知道是怎样呢 就是其实他在圣经里面 都很多次出现的 特别是在这个《若望福音》里面 是多次出现的 他是曾经最早一批的门徒 很早就已经耶稣召唤他了 也借着他 而他带了纳塔乃尔 或者巴亦多禄某 是同一个人来的 去认识耶稣 让我们知道 斐利伯和纳塔乃尔是好朋友 是没有跟随耶稣之前 已经有很多是野史 有些就说他可能是 也都是根据约翰洗者 但我们其实不知道 斐利伯是来自巴多禄 和安德纳都是来自 同一个地方 都是来自巴特塞达 巴塞达 一个不是很信的地方 一个不是很接受耶稣的地方 耶稣已经起了很多神迹了 但是这个巴特塞达 和这个国法雍 和这一个康罗尘 这三个地方 我不记得中文是如何在康罗尘 都被他咒骂的 就是说 显了这么多神迹 你们都不相信 都不相信 都没有转化到你们 斐利伯也可能是 他的名字其实都很希腊化的 巴特塞达这个地方 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的交界 他在加利利亚海的顶上 加利利亚以西就是犹太人的 而东就是外邦未受割损的 在这个中间 在这个湖顶上 就变成了两边的交界 而且那里接近一条大路 是由伊拉克那边 通往地中海的那条路 主要的干线里面 变成了很多外面的世界的人 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所以斐利伯的希腊文字 希腊语比其他的门徒比较好的 所以在这个《约望福音》第12章 到希腊人去找耶稣的时候 都是捉住斐利伯 斐利伯也在今天的福音读经里面 看到他有出现 有提及 在这个五饼二元增饼当中 他也有提及他的名字 在当中耶稣特别去问他 那么多人 我们怎样可以喂养他们呢? 是特意问斐利伯的 斐利伯在这个福音的故事之后 他去了土耳其南部 沿海的地方 这个福尼西亚附近是在那里做传教的 而去到最终 他在殉道 我们其实不知道 它的exact的年份 可能是八多年 公元八多年 我们估计 不太肯定 他在哪里 但他在哪里殉满呢? 我们是知道的 在一个地方叫Hirapolis Hirapolis 正确来说 这个就是神圣的食 他是倒转钉十字架死的 他的坟墓现金还在 在这个Hirapolis的旧废墟里 可以看到他的坟墓 可以看到当时 为纪念他的主堂的遗骸 以及他的坟墓小堂的遗骸 那个遗骸是可以看到的 我两年前也曾经去看过的 这个就是腓利伯 让我们知道他的时迹 在今天的福音 特别看到腓利伯 他的渴求 渴求是什么? 见到圣父 你让我们见到圣父 我们就心满意足 虽然他到那一刻 耶稣说 你看到我就等于见到圣父 我们很多时候会着重于他们失败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要鼓务 他有渴求胜负的心 我有没有渴求胜负的心? 反而我问自己 我有没有渴求胜负的心? 要问自己 那还要补充一个 这个Hirapolis 是很近一个很出名的旅行去处的 就是棉花堡 棉花堡 很多人都去过这个地方去土耳其玩耍 去旅行团 一定去棉花堡 棉花堡旁边 很近的 棉花堡走出去见到的 就是这个最近的废墟 就是Hirapolis 就是当中在山上 就是这个聖菲利伯中途 他的殉难的地方 还有他的坟墓 还有当时的一个Basilica的地方 痴亚国伯都有很多的资料 痴亚国伯我们知道在十二个中途里面 当他说到有两个亚国伯 一个就是在伯德有两个儿子 亚国伯和若亡 那是大的亚国伯 痴亚国伯这个就称为阿斐尔的儿子 阿斐尔的儿子 他亦都是这个圣朱特 圣尤大 朱特其实也是Judas 有两个Judas 是两兄弟 在这个圣朱特的圣尤大书一开始 说明我是亚国伯的弟弟 亚国伯的弟弟 这两个都是中途 所以在十二位中途里面 都有不止一对兄弟 不止James和John 亚国伯和若亚 亦都有这个痴亚国伯和尤达 都是兄弟 亚国伯亦都被称为主的兄弟 The brother of the Lord 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 他的父亲并不是约失 他说是亚以匪的儿子 在别处说到十字架脚下的妇女的时候 亦都有提及另外一个人 是James和Joses的母亲 亦都不是玛利亚 即是怎样呢? 很大机会 那里其中一个提及 就是玛利亚的姊妹 所以他和耶稣是表兄弟 借着玛利亚 是玛利亚的姊妹 其中一个姊妹的儿子 这个姊妹就嫁了给阿斐儿 这样说的 也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他是Clopas的儿子 但这个又是另一个说法 但估论怎样也好 他不是和耶稣有血缘的兄弟 不是包兄弟的关系 虽然他叫主的兄弟 因为有圣经的内女的指引 说得很清楚 虽然他说是兄弟 但他父亲叫阿斐儿 他的母亲很大机会是玛利亚的姊妹 所以这是一个证据 很清晰的 我们知道 次亚国伯因为他是和所谓主的兄弟 很大机会虽然是表兄弟 可能从小玩大 甚至可能从小到大 都是玛利亚和约瑟 也都负责去教导他们 大家知道耶稣回去本乡纳纳纳的时候 有些人说他的兄弟不是在我们当中吗 他说了四个名字 James、Simon、Joseph和Jude 让我们看到这四个人是和他一起大 可能是在家里 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的 所以在《门徒》当中 这个亚国伯 特别是这个亚国伯 和这个尤达是和主耶稣特别亲的 所以知道耶稣完成了整件事 他完成了任务 他升了天 派起圣神之后 有些人说 为什么不是西满伯多禄 做耶路撒冷的主教呢? 而是给了次亚国伯做主教 他们很早就发觉西满伯多禄 虽然是中途之首 但是他不适宜留守在一个地方 所以他作为冲突之首 他应该是支持 所有其余的11个小时 他们的活动 所以他要到处走 那留谁在耶路撒冷好呢? 在12个小时里 其次最有特别的地位 和主有联系 认识他最久的 就是这个西亚国伯 因为是和他从小玩大 在耶路撒冷也很受尊敬 他是一个很乞乞 很折劫 很简朴的一个人 帮助了很多人 也令到很多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甚至耶路撒冷的掌权的 法尼塞人是借着他的以生作则 这个次亚国伯 帮助他们信了耶稣 我们有《圣经》里面的《中楼大哲路》记载 所以他说明有很多当时的经师 是进了信了教的 很大机会是因为这个赤亚国伯 赤亚国伯也写了一封信 在这个新药的书信里面 是有其中一封信是他写的 当中看到是非常犹太化的 亦是很适合犹太人看的 亦是很强调的 特别是信得一定要有爱得的圆满 我们知道赤亚国伯 是公元大约六二年死的 当时因为借着他的工作 很多犹太人士 特别是掌权的人士 有名望的人士 有影响力的人士 借着他被感动 进了教 当时的施制长就说 亚国伯你要说一些 让不要犹太教的人 信了耶稣 你要发表一个教导 让那些人保持在犹太教里面 他就带了他在圣殿顶 叫他去说话 这个有记载的 这次亚国伯就上到圣殿顶 就说 你们叫我说有关耶稣的事 事迹 我想告诉你 他就是我们期待的墨西亚 浩三纳 主耶稣 在呼叫耶稣的名字 全圣轰动是赞美主耶稣 这次亚国伯就看见他这样 就说那不行了 就在圣殿顶 推了他下去 他还没死 还没断气 然后还用了石头扎他 也跟这个施德网一样 在临死之前 呼叫天主原谅他们 当时也在下面有一个人 既然他还没死了 就找一支棍 就在坍山打死他 这样殉道 他死了之后 另外一个兄弟 那个武记长应该是 不是Justice 就是Simon 我记得了名字 就是继任耶路撒冷的主教 直到耶路撒冷淪陷了 直到他淪陷之前 整个教会就在耶路撒冷撤退了 我们看到两个宗徒都殉道 我们很多时候说 这么惨啊殉道那样 但重要的不是看这件事 重要的是看我们爱主之情 主啊 让我们见到父亲就心满意足 让我们也有这个心情 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也会很多时候 会看着一些令我们忧愁的事 令我们烦恼的事 令我们不满意的事 令我们无奈的事 但是作为跟随主耶稣 被他拯救的 被他所爱护的 我们其实反而要有同样的渴求 主啊 让我在今天 我工作之中 在我今天的服务当中 见到父的彰显 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个正是基督徒 应该有的盼望和呼叫 主啊 让我今天 在我见到这个 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你安排 我要面对的境遇之中 让我见到圣父的彰显 让我能够协助 将圣父的光辉带出来 让我能够可以帮到别人 去经历到父的治愈 释放 他的爱 宽恕 他的关怀 他的含忍 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 每更多人 很明显 会很快 有更多人会见到圣父的模样 愿主辅助我们 阿们 让我们诚心祈祷 我们为所有的主教 在不同的地域 一切的所需 今天 那么多的迫害困扰当中 祈祷 用他们访效中途的榜样 作为中途的继承人 能够事事都学求 天主的旨意 父亲的彰显 在他自身的生活里面 能够向往成圣的必须 以及领导天主给他们的羊群 去更加爱慕主 以及回应福音的召叫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为被迫害的教会 特别是在教会 他没有自由的地方 不能够公开福传的地方 不能够团结一致的地方 不能够可以公开声明福音 当中的真意 和教导的地方 求主保守宣讲者 求主保守教会的团体 求主不要让他们因此而丧志 因此而变得优秀 因此而失却了 会在复活当中的喜乐 丧失了见证的能力 反而要他们更加成为 地炎世光 转化人心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为世界的转化 愿这个新福传 能再一次 令到今天有新的灵魂的转向 特别是掌权的人 特别是有势力的人 有金钱的人 有影响力的人 特别是暴政的人 心硬的人 特别是无神论的人 特别是抗拒天主真理的人 特别是迫害者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为保护所有未出生的婴儿 为保护所有 练脑或者病重当中的人 不要堕入去安乐死的谎言之中 为所有在性别上 被疑惑的人 愿天主的真理 和天主爱情的接受 能够可以引导他们 走入真理 走入真正的生命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为疫症的结束 为疫症下 所有受苦的人士 病弱的 孤独的 被隔离的 家人受苦的 长期在医院的 求天主治愈他们 释放他们 赋予他们勇气 希望 为今天要离世的 祈他们善终 宽恕他们 为亡者能得天堂 为前先人缘一切所需 我们同声祈祷 寇主苦听我们 仁慈的父亲 请聆听我们的吐声 让我们更大的开求 想每天都见到你的彰显 想我们所做的能够可以满全你的心意 借助主耶稣基督之名 我们祈救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为人力 劳苦的果实物面 饼持显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的饮品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 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 走迟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 各位弟兄姐妹 请大家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上主求你收纳我们 为纪念菲利伯及阿郭伯 两位忠徒而奉献的礼品 并恩赐我们常能 遵循忠徒的训惠 善到纯洁无暇的生活 恩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你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请举心向上 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主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时事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你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因为你是永恒的事目 不离弃你的羊群 如直圣徒们 不断予以守护 使由你选派 为你圣子代表 而作羊群施目的 治你你的羊群 为此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神圣 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声声声 上主 万有的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切云霄 奉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美 奉父至圣 响切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所创造的万物 你当赞美你 因为你 借着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以圣神的德能 养育 圣化万物 又不断为你召集 子民 可能时事处处 向你情上 纯极的祭宪 上主 所以我们恳求你 借着圣神 圣化我们 献给你的这些礼品 使成为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 圣体 圣血 我们遵照他的命令 举行这项奥积 他在被出卖的 那个晚上 拿起面饼 感谢赞颂你 把面饼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 而牺牲 身后他同样 拿起杯来 感谢赞颂你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 就是我的血 身而永久的 盟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 倾留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上德的欧席 主啊 我满纪念你的希望 庆祝你光荣福活 期待你的光荣在来 上主因此 我们纪念你的圣子 为救世人所受的苦难 和他光荣的福活升天 并期待他再度来临 以感恩的心情 牵赏这具有生命的圣祭 请谁顾你教会的奉献 并接受 这赎罪的牺牲 求你使我们 静你圣子的圣体圣血 得道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 在基督内 成为一心一体 愿圣神使我们 成为你永恒的祭品 得愿你简选的人 首先与天主之母 同征 荣福玛利亚 他的净配 圣约室 你的圣中途及光荣的殉道者 圣菲利伯 圣雅各伯 以及全体圣人 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 我们靠他们的转求 不断地获得座右 上主 但愿这愿你修好之制 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 并使旅途中的教会 我们的教宗 方济各 我们的主教多脈 辅助他的主教 所有主教 圣职人缘 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 在信德和爱德中 坚定不宜 你既愿者大家庭 事立在你台前 求你也苦运 全家的愿望 仁慈的圣父 求你使善居各处的子女 和你团聚 求你续练 我们的祖先 以忘的亲友 和所有在你宠爱中 去世的人 恩准他们进入天国 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天国 永远和他们 共享你的光荣 以神所求是 靠我们的主基督 因为你借着他 刺及世界一切美善 即着基督 皆堂基督 在基督内 一切诵经 我永远要归于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及愿你同体的圣神 世世莫过 阿玛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分事 有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显揚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日用的食量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誠期待 永生的幸福 我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中途门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上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恍 但问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请大家互祝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阳 请看随面洗罪者 梦照来父 圣燕的人 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 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书一句话 我的灵魂 就会传遇 令主荣 主把父显示给我们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腓尼伯 谁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阿里路亚 神领圣体经 我的耶稣 我真心 传信你在圣体圣事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 领你到我的心中 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 请赏我至少 神领你的恩典罢 我拥抱你 完全与你结合 将你实在到了 我的心中一样 必让我再与你 分离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大家祈祷 上主求你因我们所领受的圣事 正化我们的心灵 因此我们能与菲利伯 及雅各伯两位中途一起 在你圣子身上看见你 侍奉你 并在来日得享永生的幸福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你苦听 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传良天主圣父圣子 圣神光福你们 你们去传良福音吧 感谢天主 向圣灵 圣灵亚以总领天使讨闻 圣灵亚以总领天使 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 免我们陷入魔鬼 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 我们谦卑地祈求 但愿上主谴责他 上天万君的统帅 求你因上主的威能 把徘徊人间 引有人灵使其 丧亡的撒丹 及其他邪灵 抛下地獄里去 阿们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大圣若失得罪讨闻 上主求你瑞恋 上主求你瑞恋 基督求你瑞恋 基督求你瑞恋 上主求你瑞恋 上主求你瑞恋 瑞恋 基督求你瑞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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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瑪利亞請為我們祈禱 聖約瑟請為我們祈禱 達美的榮蕊請為我們祈禱 聖祖的揮耀請為我們祈禱 天主聖母的靜佩請為我們祈禱 聖母同精的傑戶請為我們祈禱 天主聖子的穀養請為我們祈禱 基督的勤衛請為我們祈禱 聖家之掌請為我們祈禱 智義的約失請為我們祈禱 智傑的約失請為我們祈禱 智智的約失請為我們祈禱 智勇的約失請為我們祈禱 智信的約失請為我們祈禱 智忠的約失請為我們祈禱 忍耐的名鏡請為我們祈禱 貧窮的實愛請為我們祈禱 工藝的表述请为我们祈祷 家居的光荣请为我们祈祷 同经的保护请为我们祈祷 家室的抵处请为我们祈祷 苦者的安慰请为我们祈祷 病者的希望请为我们祈祷 临终的主保请为我们祈祷 邪魔的经据请为我们祈祷 圣教的保障请为我们祈祷 随便世罪的天主高揚 求主欢恕我们 随便世罪的天主高揚 求主谁寻我们 随便世罪的天主高揚 求主谁练我们 主立他为他圣家之主 与他所有家业的主人 请大家祈祷 天主在你无法言语的安排中 你恩仰简选了荣福药室 作为你智姓母亲的正配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凡在世恭敬他为保护者的 堪当得蒙他作我们在天的代讨者 你是天主 永生永皇 阿们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祝福药室 酷